百货类股上半年的营收出现景气回温的迹象 包括了圆柏特利等等的业者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圆柏是看好新版特区在美国成一品牌大厂的带动之下 三年内业绩上看150亿元 特利则是靠着民宿市场的加持 业绩成长五成 下半年将会扩展两到三个店面 至于保雅诗肯现在准备要前进东台湾来设立服务据点 抢供观光市场大饼